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個人從次水彩畫創作50年左右 因為太愛水彩了 也希望能夠在這個範圍之內多做一點事情 也周遊了全世界五大洲 也曾經辦了將近200場的個人水彩畫展 在我個人認為水彩藝術 是最能夠互通有無的一個意識創作的媒介 所以我大力提倡水彩畫 雖然水彩畫起源於英國200多年前 但是經過東方藝術家的努力 現在有不同於西方的水彩藝術 那我想藉用水彩畫的創作連結 全世界喜愛水彩畫的朋友 開創一片天地 基於這樣的想法 我創立了華洋獎 當初我創的華洋獎是指台北市的範圍 後來又擴充到台灣 整個又擴充到亞洲 現在今年第七屆 我要舉辦2014年的武洲華洋獎 然而這個武洲華洋獎 需要全世界的喜愛水彩畫的朋友來參加 雖然我們有很多的連特的主辦單位 也有一些贊助單位 但是我覺得有待再加強 所以今天有機會跟大家聊聊這些事情 我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水彩畫的一種創作與活動是連結的 我總覺得藝術和生活是分不開的 如果我們不會畫畫的人能夠懂得欣賞 我想這就夠了 也常有人問我說 學畫要不要天分 其實只要你喜歡 你去做了就對了 這些藝術家畢竟是少數人的事 但是欣賞藝術 享受藝術的成果 大家都有權利的 所以借助這次的政務比賽 鼓舞大家來創作 有人認為是不是水彩畫 比較不容易保存 其實不是這樣子 水彩畫只要你不去 風吹雨打 可以放到很久很久 我曾經告訴我的收藏家朋友 你收藏水彩畫 如果拿回去 有什麼變質變壞 你可以拿來給我們換 可是50年來沒有人來給我們換 所以大家放心 可以好好創作 好好的去發揮 盡量去收藏 因為藝術家和收藏家 都是要結合的 才能提升我們生活文化品質 那基於為了能夠廣大爭求 喜愛創作的朋友 所以本來我們是 10月15號截止 網路收建 但是呢 需要能夠更多的朋友來參與 所以我們準備延期 也可以到 11月15號截止 所以我們詳細選 希望大家可以從網路上 做到這個簡章 我自己常常在想一個問題 藝術是不是可以跟宗教結合在一起 我的妹妹她還是宗教 狂熱的宗教徒 一直在跟我提這個問題 她說你做得到嗎 我說我想做做看 如何把宗教與藝術結合 因為宗教呢 比較嚴肅 人家看了會有點緊張 不敢太過於好像這個自大啦 或者是不過謙虛啊 但是我覺得意識很輕鬆可愛 如果把它結合在一起 互通有無 宗教家可以 宗教可以洗滌我們的心靈 意識創作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心境 我想結合起來應該很妙 很妙啦 最近呢 我有機會 在台灣的木招指南宮呢 基金那個指南宮管理委員會 幫我成立了一個陽春畫院 也是藉這個機會能夠 用文化藝術來提升 宗教的一種文化的氣息啦 或者是注入 我想藝術家需要宗教來保佑 但是呢我們文化藝術的人 也可以來包裝我們的宗教產業 那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宗教很盛行 科技也非常的發達 是不是我們文化藝術來作為 包裝文化 來包裝我們的科技宗教 觀光的文化產業 如果台灣有100個小型的私人美食館 那麼這樣的一個力量呢 可以彌制現有美術館文化中心的不足 比如說從北到南 有100家私人小小的美術館 我想這個消息一放出去的話 我們國外的觀光客呢 將會分散段 第一次來北台灣 第二次來中台灣 第三次來南台灣 我想這樣久了以後 台灣會成為文化導國 我想也許我們沒有能力去蓋一個羅烏公 但是呢蓋100個私人的小型的美術館 畫室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期待有這麼一天 所以呢剛好有這麼一個機會 現在只能夠成立一個陽春化院 接著收費量在台南或者是高雄 或者金門那裡都可以隨著感覺說 隨著自己的言論去立足 我想主要我們的意識家通通站出來 我想機會應該是有的 嗯 Internet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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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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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